前言 近日,70岁的刘晓庆又重新活跃在了荧幕上,让不少观众惊掉了下巴 只因这次的她是以少女的形象亮相,让不少人纳闷,中国缺少女嘛 虽然早前,刘晓庆已出色的演技,收获了无数忠实粉丝 但不得不说,人处于什么年龄,就该干什么事,不要总是出些洋相 当年那个聪慧果敢的武则天,如今则会变成这副模样,心里没数 随着经济的不断复苏,仅上半年,就涌现出了不少高质量的优秀电影 正当大家沉浸在国产电影的飞速提升时,刘晓庆等人凭借一部冰雪狙击二 扫了不少人的兴致,令大家又开始频频吐槽我国的电影水平 本以为刘晓庆,王新军等人作为老戏骨 此剧定不会有多离谱,可整个剧组从选角 到剧情,再到拍摄,真是老母猪带胸罩,一套又一套 首先,这部剧的剧情并没有什么新颖的地方 讲的是抗战后,由于形势错综复杂 男主角便出面剿匪的事情,而一般这种剧情,多多少少都会和爱情挂钩 无非就是剿匪的人 爱上了土匪,开始一段爱恨纠葛的戏码 能够邀请到刘晓庆参演,那她肯定会是女主角 因此,戏里这个十几岁的女土匪 她确实当之无愧,毕竟咖威在那里放,总不能让她当个小配角吧 不过,令大家不解的是,也不知道导演到底是怎么想的 既然她年龄那么大了,不适合就换个演员 干嘛非要为难一个七十岁的人 去扮演十几岁的小丫头,这不是纯纯在闹笑话吗 即便使用特效,后期精心制作,可这也挡不住岁月在脸上留下的痕迹 除了资本的原因,到底还有什么理由让导演如此钟情于她 拍出来一部低配版的《志趣威虎山》 也许是由于上了年纪的缘故,经刘晓庆演绎出来的女土匪 没有一丝土匪该有的英姿萨爽劲,反而身材臃肿,像个半老徐娘 搭配上厚重浓艳的妆容,真让人摸不着头脑 你以为这部剧就这一个雷点吗,那真是大错特错 导演在演员的挑选上,真是下足了功夫 让52岁的人清安充当刘晓庆的父亲 一口一个爹爹叫着,谁看了能不出戏啊 而提到她与王兴君剧中的感情线,也是让人除了无语还是无语 两个年过半百的人,非要上演爱情戏码,还是那种气血方刚的小伙子 爱上碧月羞花的小女子的片段,两个人你浓我浓 或许他们真的把自己对爱情的理解诠释出来 至于你爱不爱看,那确实与我无关 如果抛去这狗血的剧情和离谱的人物设定 刘晓庆的演技能拿得出手,那也倒没什么好诟病的 但在这部剧中,她的表情僵硬,眼神空洞 连嘴角的笑都是固定的,着实让人们无法入戏 甚至频频发酵 许多观众不理解曾经辉煌的刘晓庆 现如今为何非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 她到底怎么了?跌落神坛 自打之前刘晓庆整容事件被爆出后 她的口碑可谓是一路下滑,被不少人吐槽 如果整得真的好,那也无可厚非 毕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但整完后的她肉眼可见的面部僵硬 还因为拉皮的原因,导致耳朵看起来非常奇怪 但当大家都在质疑她 为何不能接受老去的事实,而要如此折腾时 她居然出面澄清了自己整容的传闻 甚至自信满满的说自己的五官就是纯天然的 想自然老去也没办法 这一番言论除了透露出浓浓的凡尔赛意味 也让不少人看出她身上的傲气 长得显年轻就是整容嘛 我为什么要满足大家的看法 做好我自己就行了 的确,这句话说的确实没有错 但作为公众人物,作为明星 其一言一行深受人们的关注 如果你不靠观众挣钱,那随你 但你既然靠观众吃饭 为何在大家提出建议时不能虚心接受呢? 虽然正如她反驳大家那样 女人不管多少岁都应该自信美丽 但不得不说,她的美和我们大众认知的美 还是非常大相径庭的 反之在看与她同岁的天然美女朱琳 曾以《西游记》中饰演的女儿国国王火爆出圈后 被不少人奉为国民女神 与刘晓庆一同作为国家一级演员的她 每每在这时候都会被大家拿出来做比较 毕竟自然美与依美美 肉眼还是能够区分的 当年,朱琳凭借惊人的美貌和傲人的身材 被无数人奉为女神 尽管两人都受到了岁月的摧残 但两人针对如今的容貌问题 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方式 朱琳抱着顺其自然的心态 健康开心地度过每一天 她没有将容貌视为自己最后的财富 而是就此过上了老年生活 以养天年 刘晓庆却想抓住最后的机会 狠狠赚上一笔 从人过中年就开始时不时搞出点小动静 搏大家的眼球 本以为43岁时所出演的武则天 已经算是非常惊艳 她通过自己多年的演技经验 很好的诠释了武则天从14岁到80岁的一生 将她少女时期的妩媚动人掌权时期的果敢野心 展现的淋漓尽致 被不少人奉为佳作 原是能靠着这部剧确保自己一辈子的口碑不下滑 但她非要破旧力心挑战自己的演技 演一些跟自己年龄毫不相干的作品 而隋唐英雄就是她的第一部格格不入的作品 要说装嫩 其实刘晓庆也并不是第一次了 在武则天中 她也演过皇帝最宠爱的女人 或许是那次的反响过好 给了她强大的自信心 所以导致这次出演隋唐英雄 也并未觉得不妥 然而 她却忘记了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实 那就是她已经老了十多岁 体态也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 臃肿的身材搭上厚重的妆容造型 简直看不出任何少女的痕迹 反而更像是大妈 不仅如此 作为比她小二十多岁的男主角 还要时不时与她来上一段暧昧的戏份 动不动就要亲亲抱抱举高高 这看着谁能受得了啊 如果说在得知自己装嫩观众并不买账后 能够虚心接受并加以改正 那的的确确也没什么好议论的 可她却把这当成证明自己年轻的机会了 仿佛好像在说导演既然愿意让我演 那就说明我确实符合这个角色 不得不说刘小庆在这方面确实还挺自信的 不然后面也不会时不时的就扮演一下少女 即便六十岁时也仍在共和国工人之我有一个梦里 再次实现了少女梦 两个可爱俏皮的麻花辫 看起来真有少女感 这不如今七十岁的她 恐害怕大家记不得她少女的模样 又在冰雪狙击二里 但我们回味了一番 确实还挺良苦用心的 演技才是王道 虽然年龄和容貌的变化 对娱乐圈的女明星影响的确非常大 但大家还是应该清楚自己的定位 心知肚明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装嫩扮演少女 这是演员对角色最起码的尊重吧 近年来不少上了年纪的女演员 没有合适的机会又想出来捞上一笔 便选择了与自己格格不入的角色 毕竟不管观众买不买单 反正只要我拍完就有片酬拿 让整个影视行业出了不少糗 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 就是蒋文利与明道所演绎的爱情剧《转角之恋》 简直不忍直视 尽管这部剧的定位是姐弟恋 但让一个56岁的女演员出演着实尴尬 如果说这部剧定位的是中年人的爱情故事 那也没什么争议 但它们就是演绎的年轻情侣间的爱情 蒋文利时不时被搂在怀里 表现出一副娇羞的模样 时不时和明道产生一些暧昧 沉浸在自己的甜蜜中 丝毫没有考虑观众的感受 但凡这里有精湛的演技 观众也不会有如此大的争议 可一点演技都没 到底是在拿什么拍戏 因此 现如今的刘涛也因演技问题而饱受争议 与刘晓庆讲文利不同的是 40多岁的刘涛 虽然肉眼可见的没有看到变老的痕迹 但他这些年的演技真的大不如前 曾有人说他因为丈夫还下巨额债款 不惜全年无休的拍戏可有数量没质量 如何获取更好的资源呢 结语 不得不说 如今的演艺圈挣钱实在是太容易了 只要有名气 有资本的加持 想演什么角色都不是问题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 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魅力 为何不能大大方方的承认岁月留下的痕迹 做自信的女人 想要永保年轻 青春永住 是每个人的愿望 而这并不是靠演戏就能实现的 切莫因小失大 导致自己的晚节不保 这太得不偿失了